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嗆一聲 今天談談屬狗 這隻屬狗的朋友們 你在農曆七月份的運勢 農曆七月份,八月十六到九月十四 那你要注意,因為你一整年走的運 是正觀 那農曆七月份,你走的是十神 一般正觀來講,跟十神站在一起 在事業上是有升遷發達的機會 每次跟各位都講,在這個亂世之間 如何生存之道 各位要注意,2023我已經講恩賜 不會太平安順利 所以各位如果有工作,一定要稍微珍惜 如果你的工作可能不保,還是公司要裁員 那這個也沒辦法,因為公司也沒有什麼盈利 所以這個時候,以其你去詛咒這個黑暗 你不如點亮蠟燭 百年暗示一燈能破 各位要注意喔,老師不是教各位 西地哪夠 隨意而安不是 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亂世 你亂世當中要當一個家人 好的人相當難 這個時候因為它是不斷地在變 這個變在漸變 所以你一定要應募這個變化 如果你應募不了怎麼辦 一定要適應它 聽啊齁 禪宗講的 風來足面 厭過長空 霧來則映 過去不留 老師拍了很多視頻 很多video 都在透露一個訊息 如果你的能力很強 無所謂 如果你的能力不強 也不曉得是怎麼應變的時候 應募這個變化 你要學習 事變 心 這個心是白影長自在 易如流水任東西 因為你沒有招架的力量 如果可以的話 一定要注意五個字 謀定而厚動 老師你跟我講 我們企業會很好 可是我企業過了又不好 聽好 八字跟你講的是可能性 十二神教跟你講的是可能性 你會不好是因為你的能力可能 可能 極有可能 極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相當有可能受限 所以你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有時候一個人 你要怎麼樣 要名移聖衰之道 通乎 成敗之術 事情之間 都有聖衰 都有成敗 奧妙 有空讀讀易經 來 你這一個月的舒適程度 50% 兩天就有一天 兩天就有一天 嚴格上來講 六級六胸 擴了之後 六級六胸 擴了之後 你整個好的日子當中相當高 六級六胸 擴了之後 你的好日子相當多 你只要把六胸 避開就好 幾乎每天都相當不錯 先講你的六級日 9月8號 9月7號 8月28 8月26 8月17 8月16 8月16 胸的話在9月份來 9月14 9月12 9月2號 8月1號 有三天 30 24 22 一般人還是這樣看 各位要注意 因為這種十二生肖當中 他的大運流年流月 一般來講 這一個可信度 六級六胸 還有整個月的運勢 會來到70% 聽好 雖然他十二生肖12種 男女24種 但是理論上來講 大運流年流月加在一起 他的精準度有七成 也就是說 你們的演變七成當中 會在這一種 命理的推算 演算法當中的掌握 七成 百分之七十 如果你們有機會 做這種八字的分析 加上奇門遁甲這種佈陣 大概精準度會拉到百分之八十六跟九十二 為什麼 你已經知道好跟壞以後會怎麼樣 因為奇門遁甲會讓你好的擴大延長 不好的縮小減輕 所以一般來講 八十六 那再加上這種加持 會拉 會拉 一直拉 拉到多少 百分之九十二 所以要注意 有時候風水之力 它的功能 攤天之功 有沒有 採天地的靈氣 吸收日夜的精華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般來講 我還是這樣的個性 我不太喜歡怪力亂神 但是以我接觸的案例 大數據 模型各方面的推演 你有時候就不得不信 好像我不認識各位 各位不認識我 我只是翻譯者 八字拿來 我就 閣下B 老師好準 你好準 也不是我厲害 如果你真的說很準 那你找宋朝 那個徐子平 八字他發明的很厲害 哇老師你參觀好準 我也不厲害啊 那個厲害 是福西 周文王 孔子 邵康傑厲害 我算哪顆聰 我不夠是翻譯者 像有的人很好玩 鋼琴彈得很好 小提琴拉得很好 這個 這個有什麼 那你又不是原創 你只是Practice Practice And the practice Lam Make a perfect 好像我在演練這個一樣 我的工作 我哪有什麼功利法利 沒有啦 沒有什麼利 我常講人要有十利 沒有十利要有五利 沒有五利要有兩利 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立足於天地之間 所以有時候人要注意啊 不要貪天之功 齁 以前很多歷史在跟你講啊 有沒有在跟你講 為什麼叫寒時節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人 很壞 那我們又不能對他怎樣 我們只能跟他講 如果這一個人 能夠出將入相 位列三公 晚年可以得到 這一種善終 我們只能夠講什麼 天命啊 如果天要這樣 我們福富何元 有時候沒辦法啊 因為這一個人 因為上輩子做得太好 還是上輩子 還是上上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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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太好 那善果這個時候爆 爆開 管你做什麼 你殺人換我 走私販毒 坐姦犯割 槍姦兵 你打架結束都會發 那有人為什麼不會發 一樣 累世的惡爆 砰 爆開 爆開的時候 管你怎麼樣 管你多厲害 管你多可愛 該怎樣就怎樣 咋辦就咋辦 再講這種理論 因為上來講 我們還是來抽抽籤 現在屬狗的 想要知道農曆 企業份的意思 來 屬狗 男生 很多女生 同學都寫信 跟老師講 都跟老師講一些事情 老師他要知道他的孕圖 財庫 那個沒辦法 因為我只能夠 in general in general跟各位講 來 注意看這裡 屬狗的男生 要知道農曆 7月份的印世 現在一而未明 賈爾 泰式 有償 吉西告我 凶嚴其哉 吉出吉掛 凶出凶掛 哎呀這一隻什麼 艾爾這一隻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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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掛 天山頓 要注意啊 這個天跟山講兩個東西 這個山很高 有沒有 有的名字叫泰山 有沒有 玉山 黃山 玉山 有的名字喔 你山再高 山再高 會比天高嗎 再跟你講這個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種概念 這種理論 臣服 承扶 surrender 外面的環境 外面的業障 講肉骨一點 你的主管 你的老闆 甚至 你的燕親在主 就不需要 conquer you 我所謂 surrender 不是投降 是我屈服 因為我在這個位置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頭 講這種理論你要注意喔 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也要跟你講 書狗的男生 天山盾 你高興要盾 不高興要盾 你看 你外面那一個環境 外面那一個壓力 外面那一個敵人 還有業障 燕親在主 已經磨刀禍禍 已經整軍被麻 這個時候 你只要surrender 稍微投低一下 他不會conquer you no surrender yes conquer you 這個就是格 好 現在看看女生 那個 屬狗的女生 要知道 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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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的印刺 屬狗的女生 現在老天無手 借老師之手 老天無口 借老師之口 有借有含 再借不難 來 哎呀 這隻什麼 這隻好 火地勁 你生收入 收獲比男生老 什麼叫火地勁 你在農曆的7月份 有助言喔 你看 婀娜多姿 體態啊 身上有仙氣 有貴氣 這隻掛 相當好 禁 什麼叫禁 禁朝的禁 也在講前禁的禁 英文叫做Promotion 有升遷的機會 所以 屬 屬狗的女生注意 你在農曆7月份 事業上 感情上 財富上 有升 往上提升的機會 這個相當好 好掛 再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會有助元 不用太擔心 那你這個狗是這樣子啦 這隻掛再給你暗示 紅色 紅色就是你的心衣顏色 如果可以的話 儘量穿紅的 當然紅的 有時候 全身紅 怪怪 你的underwear underwear 儘量穿紅的 這隻掛像 先天命 後天命 頗為一致啦 紅色 紅色是你的桃花味 尤其農曆企業 好 我們今天 十二生肖 狗就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 分享 加入訂閱 或開啟小叮噹 那個新的視頻 視頻上來 會馬上通知你 好 祝各位 平安喜樂 幸福 美滿 幸福美滿